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这里是喵新人奇遇记 我是刘瑞琪 这一期的主题呢 有一些特别 因为在这一期里 我将为大家介绍我可爱的猫咪们 大家吃饭了吃饭了来 来来来来 哇 那你也要吗 来 然后因为手里还有味道 还会骗她 还会骗她 她叫古池是一个女孩子 她的品种是英短 她跟凡希是亲姐妹 一开始来的时候 她们两个大小是差不多的 然后现在你如果看她们那个 背影不管是看背影还是看正面 我都觉得特别像父女 对就是父亲跟女儿 现在就是 你会觉得她其实特别长得 是不是像一个大爷的感觉 她叫凡希 然后她是一个女孩子 她跟古池是亲姐妹 刚刚有说过 我觉得 她迪古池要好看 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特别精致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眼睛也特别的大大的 然后眼睛也特别的大大的 感觉像画了眼妆一样 拍 她在咕噜 你好看还是古池好看啊 她好看 她好看 好的好的 她说她想走了 那你能趴在这里吗 平时 我最爱调皮捣蛋 然后偷吃东西的就是她了 没错 等一下凡希 我还没有气 我还没有气 嗨 她是胖子 是一个女孩子 没错 其实我们家的猫都是女孩子 她是这四只里面脾气最差的一个 好 那就不介绍你了 太凶了 然后这只是性格脾气最好的瘦子 然后她是不是特别的 可爱精致 诶 我之前在微博上发的那个画猫的这个画胎 就是她脾气好到就是也不怕人 然后这样子抱她她也很开心 然后就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这样一直一天一段抱下去 这样子对 然后养了他们我才发现 养了胖子跟瘦子之后我才发现 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猫不吃肉不吃鱼 只爱吃猫粮跟猫罐头 哇 哪一个是姐姐哪一个是妹妹 你竟然你竟然在舔她诶 你平时不是都打她的吗 因为知道今天要上镜是吧 要塑造良好的心情 真的大家了 你为什么要打她 你们是亲姐妹啊 今天为她们准备一些鸡胸肉 然后会做水煮鸡胸 然后补充她们日常的饮料 嗯 只是猫粮子不够了 现在要等几分钟把肉烧熟 然后把它盛出来切块给猫咪吃 我会看见一只喵 每次和你走在路上 好香啊 喵心人奇遇季已经到第六期了 谢谢一直以来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每期视频我都很认真的看大家给我的留言 我也觉得这样跟大家的互动方式真的很开心 哦对了 我记得有人吐槽我的手机壳 然后现在是春天了嘛 然后我也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壳 嗯 接下来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和主题 或者是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都可以发到视频下方的邮箱 欢迎你的来信哦 我们下期再见 Bye 明镜举了 别人 红色 可能 感谢观看